那么肺癌如果是积极的诊断和治疗 早期的肺癌是可以治愈的 那么我们建议病人呢 如果是早期的肺癌的话 首先是手术 手术完之后吃中药 那么坚持治疗一段时间 可以达到根治的效果 我有一个病人 他是45岁确诊的是早期肺癌 做了手术 然后吃了三年的中药 现在已经70多岁 非常健康非常好 达到彻底根治 那么如果说病人 有这个彻底治好了肺癌 经过手术中药治疗 效果很好了 但是几年之后 又出现了爱咳嗽 弹中带血 这就要引起注意了 会不会是肺癌 复发 要引起注意 要赶快到医院就诊 请医生给做诊断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您的观看 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